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夢見空氣 向著水晶 營眠是你 歎西歸堤 清草的秘密 鋪著白衝的飄逸 所有問題 變得清晰 小心翼翼 三不距離 熟悉小子把握实际 拥抱的阻力 一起弹走的旋律 你就是我唯一一首单曲 青草地 风筝飞过夏季 不小心 指尖前路呼吸 太清晰 没有留在过去 只为遇见你 我选择跳过茶去 遇见你 遇见最长单曲 陪着你 欢笑点满热力 用默契 晚上我愿意 爱点亮眼睛 余生都是风景 有你就是天晴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韩非 我敬你一杯 韩非 你怎么了 看起来不开心的样子 没事 该不会是不想出国吧 没有 韩非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怎么了 景浩出事了 他怎么了 他昨天淋雨了 再加上之前的旧伤复发了 林北医院九零六病房 怎么会这样 还是被我搞砸了吗 我穿越了十年 我穿越了十年 不是想看你又躺在这里 早知道这样了 那我还出国做什么 还让你恨我做什么 我心话 我心话对不起 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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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会变成这样 我对不起 我早知道会是这样的 我 我那天 就应该跟你一起去看烟花了 你 你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想跟你一起去看烟花 你醒了 你醒了 你醒醒了 你怕我 我都听到了 你都把我吵醒了 放心吧 我没事 医生说我观察两天 就可以出院了 不哭了 还有那么多事情想要做 你就不要走了 不管将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至少我们现在在一起 还活着呢 就要珍惜现在的时间呢 对不对 就要珍惜现在的时间呢 af 我报了夏合玉的雅思考试 我要和你一起出国 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意外 真的那么重要 那么可怕吗 也许他明天就会来 也许他十年后才会来 难道我每天睡觉前 都要担心 明天是不是我的最后一天 如果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那我更应该珍惜今天才对 你回来了 给你买了好吃的红豆饼 韩飞 我没有你可怎么办呀 那以后就只能你自己买咯 以后我让学长给我买 你和你那个学长在一起了 还没呢 我准备拿出我的杀手锏 我厉害吧 情侣之间女生必送的礼物 就是亲手之的围巾 这一针一线 是普通毛线吗 不 是我满满的思念 可是那是情侣啊 虽然我回学长现在不是 但是很快就说 来来来来 陶子 你这个毛线看着 不错呀 在哪买的 学校对面袜子店就卖的 手 你看 你看 先照春进去 然后再 呱 哼哼 哎呀 学长 桃子 你烧好了吗 好多了 学长 这是我给你制的围巾 我喜欢你 桃子 我想你可能误会了 我只是把你当做普通社员 对不起 我给你开开笑的 今天轮到谁做读书笔记啊 没有自愿的是吧 那我随机点名 池桃 是 忘记准备了 坐下吧 下周补上 是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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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想打开 你再不想打开 我会是否因为我会用 好了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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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我都给忘了 你忘了我们都把你想着呢 爸 赶紧出来 许愿 来 祝你生日快乐 桃子 你慢点喝 别喝了 为民醉 明天早上还要看日出呢 我再也不喜欢别人了 我要跟你们两个过一辈子 不行 怎么不行 不行 咱们三个过一辈子 行 不要渣男 干杯 干杯 你来 吃饭 赵 晚上冷 晚上冷 你吃的 那儿也是错了 你先凑合着带吧 比日出还有一段时间呢 再回去睡会儿 睡不着 那我回了吧 嗯 你们一起来怎么没告诉我们 嗯 景浩 你这围巾我以前怎么没见过呀 你懂什么 那是人家韩非送给吴景浩的 好 不过 你这送的也太不够时宜了 这天气都要暖 我来还送围巾干什么 我愿意 太冷了 你给我点 给你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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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啊 记得 停 太阳 太阳 以后我就是我自己的太阳 还是这么多 文文 你也来 我不要 你来呀 不然你显得我很像个傻子 你拉点声 我 张文文 以后要挣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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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来 我也来 我 零零 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医生 你好 来 来了 快来 我 吴景浩 以后活着的每一天 都要和韩飞在一起 你自己太讨厌了吧 人生共犯 时间给爱看开 愿望给的青睐 能让一切重来 这一次不想再 瞬影着那些安排 为了更重要的存在 青春流的空白 记忆流的无奈 终于拂去尘埃 这一次不想再 错过了心爱的女孩 我到了 那赶紧上去休息吧 我走了 我走了 等一下 你帮我把这个带上 来 我来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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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过生日 是不是有点奇怪 不会啊 你要是想过的话 以后每天都给你过 开玩笑吧 那我上去吧 赶紧上去休息吧 我来一块没有 来一块 我来一块 你 nasıl的 要不要带去 take我 她的带去 你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告诉你就没有惊喜了 生日蛋糕 你袋子里是什么呀 给你做长寿面用的 帮我擦点面 帮我擦点 再来点 那真好 你今天真的是我好帅呀 真的吗 我看你脸上有没有 转过来那边 再转过来这边 你想玩是吧 敢不敢了 不敢了不敢了 敢不敢了 不敢了 调皮 你还来 吃吧 吃吧 看起来好好吃啊 我都等了好久了 等一下 对 咚咚咚咚咚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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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吧 我愿望太多了 不知道许什么了 我要是都告诉你的话 你能全部帮我实现吗 嗯 不管你许什么愿望 我都帮你实现 好 先前面 爸 别搬了啊 走 无缘无故拍什么照片啊 你就坐下拍一张怎么了嘛 我都没换衣服呢 已经很帅了 不用换了 吴星浩 好了吗 好了 快来 快来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吴星浩 你看 是吗 流星了 吴星浩 你们爸有一件事情吗 说 我 就是 不管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一定要一直开心 好吗 好 但是你也要带我 以后的能力 我会再被刺激 要待命运重新而配 等着有一片海 淹没了尘埋 这次能不能别离开 也许你会回来 还没吃午饭吧 我不是跟你说我要减肥吗 这是什么 我给你做的减肥餐 牛肉 都是你做的 对啊 科学营养搭配 保证你吃了又瘦又健康 来 您过来 怎么了 好吃 你多吃点 笑什么呢 我觉得啊 灵灵跟我之前想的不太一样 是不是比你想的还要有钱 比我想的还要成熟那么一点点 之前我觉得吧 要是跟他在一起 他可能跟个小孩一样 我都已经做好要陪他长大的准备了 真的 但是 我说你别嫌我恶心啊 快说 我觉得我自己都要被他成成小孩了 文文 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下 男生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对你这样好那好 但时间已久了 说不定都不这样了 姐姐知道 反正你别陷进去就行了 不 这个 接下来 我跟大家谈的是 神经系统的总论 首先 是神经系统的划分 其次 是神经系统的基本成分 第三 是反射与反射弧 这就涉及到神经系统的活动方式 再一个 神经系统的基本功能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开课 干吗去了 我妈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估计是想通了 要跟我停站吧 我去过一个电话 来 喂 舅舅 怎么了 我有点担心的 林林呢 林林回复你了吗 还没有呢 这都几天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文文一直在给她打电话 发短信 再等等看吧 你慢点喝啊 你说林林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放心吧 不会的 那为什么已经三天了 那为什么已经三天了 电话不接 担心也不快 她知不知道我很担心她 好 韩飞 我问一下 雅思和托福哪个难一点 喂 韩飞 你想干吗呀 你不会真想出国吧 这个说来话长 主要是因为我妈生病了 你妈怎么了 中毒二尖盘关闭不全 所以你想带你妈出国做手术 那也用不着溜血吧 现在她病这么严重 我再跟她闹 自己心里都过意不去 你们找谁做的手术啊 本来想约张承博的 他是华裔一个很有名的医生 但我没约找 张院长 你们这个干吗 她挺有名的 我看过她的论文 文文那边怎么办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 你已经好几天 都没联系她了 你不会就打算 这种医生不可能走了吧 我这两天手机坏了 今天才刚修好 等后天了 后天回学校 我会当面跟她解释清楚的 那就好 对了 韩飞 我出国的手续 和学校准备的资料 你发过一份呗 行吧 那个资料我到时候会发给你 先不说了 挂了 拜拜 文文 怎么了 你别再等玲玲了 她不会再回来了 什么意思啊 潘一输 她要去国外念输了 她要去国外念输了 文文 林林跟你说过了吗 她没说过 你这样啊 渣男 死渣男 所以 当初要不是我把林林出国的事情 提前告诉了文文 她们两个也不会分手 林林本来是打算当面和文文解释清楚的 好 张教授在那边 不客气吧 好的 谢谢您啊 不客气 张教授 您好 您好 请问你是 是 我叫吴景浩 是陵北大学的营名医学生 我知道我这么突然来找您 非常的不礼貌 但是情况剪辑 我们非常需要 等等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我是听这里的工作人员说的 我之前来过这里 可这个福利院除了院长之外啊 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其实我 回去吧 张教授 我们真的非常需要您的帮助 你可以跟我的团队约时间 晚上能找到联系方式 我们已经预约过了 但是我朋友的母亲 是中毒二间半关闭不全 如果要等到出国的话 病情很有可能会恶化的 她现在呼吸怎么样 时常比较困难 伴随胸闷 恐慌 血压呢 血压之前比较高 本来是以为工作压力比较大 情绪不稳定 但医生说她的代长期比较短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 但左倩已经开始初步衰竭了 走吧 去看看 谢谢您 你怎么来了 难道你也是来找我的 您是 教授 对不起 您稍等我一下 谢谢 您进 我先去跟院长打事招呼 好嘞 好 你也是来找张承博教授的吗 张承博 是刚刚那个人吗 你不知道啊 我怎么可能知道他呀 我又不是来找他了 我是来找你的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潘毅说看到你在搜福利院的地图 我 这个潘毅什么都说 走 走 文文 您怎么知道我回了 要不是吴景浩给我发消息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纯傻 怎么 我在你心里这么不见任情啊 你妈生病了 你当然要去照顾她呀 我要能不让你去不成 我就是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对不起啊 你安心去吧 我等你回来 景浩 喂 景浩 好 我现在就过来 怎么了 来 跟我去个地方 妈 这是我的女朋友 文文 你是学什么的也是学医的吗 不是 我是学经济管理的 今年大三了 我现在在创业自己开网店 创业好 有魄力 我喜欢有魄力的女孩子 你们好 林林 这位是 妈 这位是张成博教授 就是我们之前预约没约上的那位医生 这两位是我的同学 吴景浩和韩飞 张教授 真没想到在这儿医到你 你不用起来 我刚才啊 跟你的主治医生 讨论了一下你的病情 我们也商量了一下 我决定 接受你这个手术 太好了 谢谢张教授 谢谢 谢谢 林林暂时不出国了 那改变这件事情的武警号 会受到什么惩罚呢 热心市民函女士 要给你搬个进去吧 我不懂 别开玩笑 这怎么了 我不怕那个会掉 不是你吧 你看吧 幸好 你天哪 吴景浩 你以后一定要小心一点天天妙 好 好 韩飞这么紧张 是不是因为 那一天快到了 做个关于你的梦 一起看过的星空 那满天的心 一直记得 你一举一动 害怕醒来的惶恐 你已经无影无从 在几个春夏秋冬 我消失在你梦中 那个让我不安又快乐的人 那就是你呀 如果一切回不去到最后的我们 有什么留下 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 那些点点滴滴的时光 有一个瞬间 天真的以为 你还在我身旁 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 即使你去到 哪个远方 再好的伪装 也无法遗忘 曾经的愿望 你让我念念又不忘 你让我念念又不忘 那个让我不安又快乐的人 那就是你啊 如果一切会不去到最后的我们 有什么留下 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 那些点点滴滴的时光 有一个瞬间天真的以为 你还在我身旁 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 即使你去的那个远方 再好的伪装也无法遗忘 曾经的愿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